认真敲打皮革 艺术家王依岚欣赏韩国瑜 画了两个月的功夫 做了这一副 73×86公分的大型韩国瑜皮雕画 12号对 我打算到台中的话 希望能够见到他本人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把它塞给他 皮雕画中的韩市长 额头鼻子 颧骨 下巴 特别用浮雕技巧表现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一旁还引用韩市长金句 或出的去 人静的来高雄发大财 就是他讲话都讲真话 那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他就算是出来为人民服务 当我们的总统 我更高兴 那台湾会更有希望 王依岚说自己因为四年前 锥煙盘突出 脊椎才开过刀 这一副韩市长画像 是他边带着护腰 边辛苦完成的作品 希望当作韩市长六月的生日礼物 当他宣布参选总统开始 我要再雕一副 上面的标语就是他现在说的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投入皮雕艺术已经超过三十四年的 王依岚就是因为支持韩国瑜 第一次以政治人物肖像 作为创作题材 同样挺韩的艺术家 还有国宝级彩素大师 余志润 韩国瑜顶着招牌秃头 穿着蓝衬衫 做工细致 配色生动 艺文界刮起挺韩风潮 韩流也成为艺术家们创作的题材 记者需要争许让方台北报道 同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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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